大家好,我是YG500周业预测 今天介绍下本频道 本频道是一个有择业的预测人员 所开办的专业的预测频道 是一个综合性的预测频道 预测的内容有 日常生活案例 时事新闻和娱乐新闻 各类的体育比赛 以及各类的股票 还有各类的虚拟货币 本频道的宗旨是 当你有困难的时候 为你排油解难 帮助你做错决策 当你顺风顺水的时候 为你带来彩云 很多网友 就是凭本频道的经典案例 了解了这里 来到了本频道 YG500周业预测 请大家记住 本频道是YouTube上 第一个用周业进行 各类虚拟货币的频道 也是第一个用周夜 对卓球比赛进行预测的频道 经典的案例 有很多 比如去年成功的预测了 今年比特币上涨 再如5月份成功的预测了二国币的上涨与下跌 以及8月份 一太坊的暴涨 还有欧洲杯的决赛的比赛 相当的经典 可以称为风神之座 欢迎大家前来观看和了解 如果你对本频道的内容感兴趣的话 欢迎加我的微信号前来咨询 也可以为你量身定做 各类指导 可以加入我为你制定的VIP 比如体育的VIP 股票的VIP 还有各类虚拟货币的VIP 欢迎前来 我在这里 等着你 大家好 我是YG500周业预测 今天是11月19号 今天我们要来讲解一个虚拟货币 这个虚拟货币的英文名字挺长 叫做Away Gotch 这么一个虚拟货币 游戏币 预测它今后的价格走向怎么样 它目前是 今天是两块三磨三 它的价格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挂项 雷泽贵媚 二摇五摇洞 汉月 新伟日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 第一条 主的资金已在大盘中 虽然还没有充分的发挥所用 但庄稼有拉盘旨意 众多的现金流 目前也在来的路上 途中可能会遭受空头力量 空头力量的压制 但最终还是会到来的 主力资金正在大盘 虽然没有明显的目前没有明显的发挥作用 但一定会有 毕民们更需要有一个明朗的信谢 而求得心安 现在是万事俱备 前东风 就这个挂项而言 万事俱备 前东风 它一定会有涨 到底是涨多少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 这个挂项 问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虚拟货币 现在是两块三毛三 那么这个挂项第一个问题 能不能 能否 涨到 十五优 第二点 在当前的 在当前的情况下 长期持有怎么样 就是前景怎么样 那么我们下面接着来看 刚才讲的是艺术性的答案 这个艺术性的答案 也不是空穴来风 也是 看它的挂项 所翻译出来的 用白话文的形式 进行了翻译 这里面什么 主力至今在大盘 并不是我胡说八道 是看它里面 看这个挂项 所反映的 我进行了解读 用白话文的形式 解读出来了 这是艺术性的答案 那么我们的群里面 可以看 责切性的答案 没有什么 那么多的花俏的东西 那就是责切性的答案 下面来看一下 责切性的答案是什么 这个虚拟货币 这段时间会涨 会有涨的结项 那么什么时候涨 很快 第一条在 杨历的 最快 最快 在杨历的11月27号 12月5号 有价格上升 有价格上升 的结项 有价格上升 的结项 很快了 今天已经是29号了 27号也就下个礼拜了 在杨历 12月27号 和12 在杨历 11月27号 和12月5号 会有上升的迹象 现在是2块3毛3美元 在这个时间段 会有上升的迹象 上升多少呢 是0.4 到1.8美元 上升0.4 到1.8美元 在这半个月 左右的时间 还会有上涨的信线 这是最快的 最早的 记住 半个月的时间 半个月的时间 只有半个月的时间 那么第二个 升涨点 上涨点 在 在明年 三月份的时候 也有一个上涨点 也有一次上涨的机会 两个机会 一个 进后的半个月之内 最快 一个礼拜 还有一个 在明年的三月份 左右 也有个上涨点 这个币种 这个游戏币 应该还是很不错的一个币种 虽然也许涨的 不是太多 但至少能涨 哪怕涨一毛钱 也是涨 希望大家 对这个草币的行为 要有理性 有那么些人 看到我说 这个币种 怎样怎样 他买了以后 套住了 就怪我 你自己没脑子啊 每个人的运气都不一样啊 想当初 买狗狗币的时候 第二波 也不少人 也有不少人被套住了 对吧 那最终是什么呢 千段时间 千段时间涨了十五倍啊 我也没有看到你来谢我 所以 大家都是理性的啊 大家都是成年人 不要买某些币种 套住了就来骂我啊 太不理性 我看到一个 拉黑一个 好吧 这个关于这个币种 我们就讲到这里啊 我认为这个币种很不错 你可以买 你可以听 你也可以不听 你也可以不买啊 赢了 你运气好 输了 别来骂人啊 你是成年人 你可以不听不看啊 好 关于这个虚拟货币 我们就谈到这里啊